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 被适得天然看雾眠 1.创意动机及目的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因起雾而造成的不便 例如洗澡时禁止起雾 内弯温差大导致车窗玻璃起雾无法看清等 不仅不方便还非常危险 眼镜族的感受更是深 往往因眼镜镜片起雾感到困扰 像是喝热汤时镜片起雾 戴口罩吐气也会造成镜片起雾等 生活中有许多因朦胧美而造成的不便 市售防污剂和化学合成洗剂 几乎都能有效防污 这些石化产品会危及健康 破坏自然环境及生态 而埋下种种隐患 由于石下市场需求偏向天然环保温和 本实验使用无患子制成天然防污剂取代人工化学制品来达到防污效果 2.作品特色与创意特质 以下分为4大类 1.成分天然零污染 2.成本低廉 3.抗物清洁一举两得 第四类 第四类 简单 方便 3.研究方法及过程 步骤一 容易配置 首先 我们将无患子果实粉 及蒸溜水 依比例混合而成 步骤二 过滤与澄清 我们利用颗粒或性碳来过滤容易 目的是为了去除杂质的颜色 步骤三 取得澄清容易 步骤四 容易浓度的比较 选出效果最佳的 再以此浓度进行步骤五 步骤五 测量产品在镜片上的耐久度 及每天重新擦拭的效果 步骤六 产品包装 四 依据原理纪理论 一 抗物原理 无患子中含有一种植物造素 是天然的界面活性剂 约有一半植物体内含有造素成分 其中以无患子的含量最高 高达40% 故以无患子为本产品成分原料为最佳选择 因界面活性剂可降低水的表面张力 使水器不易在镜片上凝结成小水珠而影响视线 二 无患子灶带 界面活性剂 无患子中含有几种化学结构相似的成分 称为无患子灶带 及一般所说的造素 为长春藤肝原 是三铁类化合物 也是无患子灶带中心主要结构 长春藤肝原两端有一端 氢原子被糖类取代 形成无患子灶带 而取代清端的糖类有许多种 例如果糖 葡萄糖 物糖 甲基物糖 阿拉伯糖或鼠里糖等 无患子灶带中长春藤肝原的部分 属于非糖体 聚氢油性 而取代清的糖类属于配糖体 聚氢水性 促使无患子灶带成为一种界面活性剂 无患子灶特律已澄清 以活性碳去除雕质及颜色 使用动力过滤装置过滤 过滤后雕质减少 能有少许颜色 分色因水融性色素已融结于水中 无法以过滤 探讨颜色的影响 无患子容易浓度比较 坚持用比较各种浓度后 发现浓度越大 抗物上果越好 但味道闻起来相对难闻次第 故障用15%无患体力 兼顾味道提供 测量本产品在地面上的耐久度 第一天将左边镜片图抹无患子 以后放置 测量本产品每天重新擦拭的结果 每天重新擦拭容易于灼镜片上 至第五天擦拭时能可有效防污 当实验到第六天时 无患子容易会因为死败无法使用 产品包装 将水蒸布织布已容易浸湿 并放入履带包装 再次准备